全油管最快新闻,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俄新社报道,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,称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中, 俄军一天内击毙了635名军事人员。 通报中还详细列举了击毁的军事装备。 根据之前的报道和资料,乌克兰在对俄反攻中损失惨重, 截至7月11日已有超过26000人丧生,1244辆坦克和数千辆其他装备被摧毁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,乌克兰军队在反攻中没有取得任何成果, 西方领导人对此感到失望。 在俄乌沙特和谈事件中,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, 只有在乌克兰停止战斗和恐怖袭击,西方停止供应武器的情况下, 乌克兰危机才能得到解决。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, 乌方不希望继续在俄罗斯境内战斗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